一定有人活不下去了 不干吗 我又来拆影院了 见的时候很爽 现在拆了 拆了更少 再拆一架 再拆一架 耶 11月想必每一个关心中国电影的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含义 为什么呢 翻开这个月第一个星期上映的新片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情况 在11月4日流水线青春片《我的遗憾》和您有关以500万日票房的记录勇夺冠军 同期其他新片的成绩却是这样的 几毛钱几块钱甚至是少于一分钱 其中临深实践录首日票房56元观众只有两个人 第二周11月11日又一波新片定档 看看片单是这样一种风景 稍微能让人振奋提起兴趣的两部影片 扫黑行动和叫我郑先生表现也是一言难尽 截至目前本月 国产新片票房仅一个亿 同比去年下降了12亿 11月10日终于透露了一批这个月要引进的片子 比如说猫狗武林 名正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 忍者神归崛起杀掉魔术师 沼泽深处的女孩 隐迷中间是一片欢呼声 是这些电影特别重磅吗 其实不是他们当中有三部是动画片 两部文艺片 一部还上过流媒体 另一部是两年前的老片子了 放在往常这些没有一部称得上是大片 放在任何一个档期都无法拔的头筹 但是现在他们任何一部看起来都是格外的 没庆木秀 是的 不管进来多少 进来的成色如何 至少又看到了这久违的外面的风景了 而我们真正期待的电影院该有的样子 又是什么样 就在院线所谓的新片接连刷新票房新低的时候 海外的电影院上映的是 撞着0元2 16.76亿美元 蜘蛛蝦3 19.2亿美元 雷神4 7.7亿美元 奇异博士 9.57亿美元 这些都是在离开了中国内地市场所取得的成绩 当几个月前迪士尼CEO说 即使没有中国也不会妨碍我们的成功的言论 在网络上一时激起千层浪的时候 还被指示辱华 很多人也许没有想到这是迪士尼需要面对的现实 也是它并不难实现的一个KPI 而反观内部环境 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敏感的情绪 愤怒的声讨 轻易用辱华滚出中国来驱逐引进片的时候 在这个引进片难见踪影的时刻 这些人究竟是打败了谁呢 国产片又最终赢得了什么呢 目之所及 当下最期待的三部大片或多或少都遭到了挖坟式的举报 比如说阿凡达水之道 埃姆斯卡梅隆时隔13年再次现出的剧作 在香港澳门台湾都已经陆续定党同步上映 但是在内地却依然悬而未决 之所以阿凡达2在中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其实是由网友挖坟 女主角索尔纳达11年前的一条推文被挖出 有人义愤天鹰说她是一个人连累了整个阿凡达2 在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她的言论 也无需在这里评论她的对错 但可以说的一点是2020年的阿凡达重映 2017年的复仇者联盟 2016年的银河护卫队 索尔纳达也都出演了 比起她说了什么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为什么她说的话过去没有成为问题 而在今天却成为了问题 另外两部DC的黑亚当在全球票房 斩获的是3.3亿美元 蝉联多地的州票房冠军 黑豹2的日票房已经超过前作 你是越期待的大片 他就越能找出毛病来 黑亚当主演之一布鲁斯南同样 因为类似的言论被大肆轩然辱华 但是在中文网站内 搜索布鲁斯南并没有被封禁 也没有被限流 多部代表作 如007系列还安然无恙的 挂在各大视频网站上 这说明了啥 甚至现在面对一部引进片 大家还都会条件反射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一想先正审 比如说黑豹2还没风生 网友就纷纷发问说 有没有辱华内容有没有抹黑 形象是否刻板 是否这些主创有冒犯到中国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过去辱华的指控 还算得上是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 那么今天这种辱华内卷 已经升级置换成了另一种精神胜利法 想想看如果是完全不看电影的人 谁有那个闲功夫就为了一部 还没有引进的大片 把主创主演幕后的陈年往事 全部都挖个遍呢 辱华内幕是在越来越寂静 越来越干净的环境里 任何一点点的小毛病小动作 都被无限放大成了民族问题 国产院线还能相信什么呢 当一部部引进片 开始与内地院线隔离 没想到国产片有一天 会以这种姿态赢了 赢得了一整个档期 赢得了每一块荧幕 可是登上赢家的讲台 往四周一看观众呢 是的你可以干翻一部引进片 你可以骂走他们 但唯独观众是靠骂 所赢不来的 从2020年的刘亦菲在花木兰 首营会得罪人到永恒族被指责 迎合刻板夹带私货 再到今年的多部热门新作 黑亚当蜘蛛侠 撞着零云二无缘国内 越来越多的大片 已经习惯了 在没有中国的市场的天地里打拼 而那些仍然不愿放弃的 也显得格外的尴尬 不仅是海外观众看过 就连被特供的国内观众也不买账 比如说今年熟悉党的小荒人 加入了众多中国元素 甚至内地院线版还多出了一分钟 原版是主角风风光光 功成身退 而中国版却改成了白胡子老头 入狱二十年出来之后改邪归正 哪怕是一部人畜无害的动画片 都需要为了政治正确 而向中国的党看齐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 国内的影迷如何相信电影院 是一部电影的最佳打开方式呢 当信任丧失受损的不仅是一部电影 而是会将这份不信任传到更多的电影 今天电影市场的难 自上而下无一幸免 不管是装都不想装的烂片扎堆 还是快要交不起租的电影院们 其实都是可以预见的必然